第十句题 有关于万有引力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B 万有引力和两物引力的距离乘反比 这个叙述是错的 万有引力的大小跟质量乘积乘正比 跟距离平方乘反比 所以呢它是距离的平方不是距离 所以答案B是错的 选项C 如果质量太小就不存在万有引力 这也是错的 两个东西只要具有质量 彼此之间就会有万有引力 跟它的大小并没有关系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 在太阳系中所有的卫星和行星间运行所需要向心力 都是来自于太阳的万有引力 这个也是错的 这个基本上向心力来自于引力是对的 但是它来自于是彼此环绕的那个两个星体之间 比如说当月球绕地球公转的时候 它的向心力是来自于地球跟月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不是跟太阳的万有引力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只有选项A是对的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都是吸引力 万有引力只有吸引力没有排斥力 所以选项A是对的 所以第17题问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A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必为吸引力